中间也是新型冠状病毒最容易传染的场所 手心内 搓洗 第二口诀外 就是手背的搓洗 两边手背的搓洗 再来将手指缝相互搓洗 接着手指背 大拇指与虎口相互搓洗 指尖与手心也要搓洗 每一个步骤都要清洗干净 洗手大约40秒至1分钟左右 自己在家里的话 当然能够 如果是你很确定有碰到一些脏污的话 那当然尽量还是可以洗到这么久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完整的彻底的清洁 一段时间 爸妈出国 同游意大利从香港转机回国的时候 结果一家四口全部都确诊 都能买 有民众担心人太多 凌晨4点就到药局来排队 甚至还自备椅子准备要长期抗战 但8点半药局开门 50个号码牌马上就发完了 有民众不满排了一个多小时 还没排到汉店员爆发了口桥 政府调用的口罩 其实药状店还是会贩售 包括像是棉布口罩 防尘口罩 还有其他类型的口罩等等 医生表示呢 其实在口罩短缺的情况之下 这些非医疗用的口罩已经很好用了 甚至能好好消毒 还可以再重复使用 因为中央不断宣导说健康的人在户外 不一定要一直戴口罩 而韩国瑜周六晚间在脸书贴文强调 民众有防疫意识彼此尊重 戴不戴口罩自己决定 而周日他跑两间公庙拜拜其福 下车时还戴着口罩 上香致辞时就把口罩给拿了下来 十分的狡猾 大陆陆续传出有确诊者呢 在筛检的时候出现假阴性的结果 让人担心是否存在筛检漏洞 病毒蔓延的速度之快 就是因为不容易被察觉 目前在大陆确诊的病患当中 轻症的人数占了八成二 只有少部分的三趴 可能会变成病危的情况 只是医生看到这样的状况不免忧心 就是因为感染肺炎 早期的症状呢太过轻微 都像感冒一样很容易失去净决心 有餐厅业者呢担心口罩传染 直接在桌上用纸板隔开 被网友哭嗖说 像是在跟拉面店致敬 另外还有业者是担心被感染 直接躲在木帘后面 用钩子把商品拿给客人 大陆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度受到了影响 对此呢高市的农业局 还有贸易商克服疫情阻碍 陆续将蜜藻莲物 还有木瓜装香销往大陆 海集团还有富士康森准 郑州厂原本预计在 2月10号呢要复工 不过现在这个计划 已经遭到当地政府否决 原因就是因为怕疫情 会更加严重 只是延后复工 势必会冲击到 全球的电子产业链 特别像是苹果 亚马逊 Google 华为等大厂 都可能会出现 供货短缺的危机 亚洲召开论坛 也透露呢 台湾将会用线上的方式来参与 只是这个方法 我国可以接受吗 对此呢外交部是回忆 目前得知受邀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相关的细节都还在讨论争取当中 世界幕后邮轮 因为前一波的旅客 出现了确诊病例 而停告香港检疫 四天之后呢 确定船员都没有染病 可以下船回家了 滑冰天王 雨声结弦 在南韩首尔的四大洲 花式滑冰拿下冠军 也成为第一位完成六冠 超级大满冠的选手 一次停车 挡到小黄驾驶买饮料 驾驶件状是拿铁棍 想要上前理论 没想到对方 一共有八个人 不甘示弱 拿球棒做事打人 小黄驾驶连忙上车落跑 发生在高雄 两方人马饮酒狂欢之后 正在路口等车的时候 其中呢 一名阳性男子是出言挑衅 双方爆发激烈 口角还大打出手 结果呢 手持安全帽护殴 还砸破了棋楼的花盆 警方获报之后 赶往现场 统统把人带回警局 大规模的枪击案 一名军人呢 持枪在市中心的商场 扫射群众 至少造成25人死亡 63个人受伤 而现场爆出震震枪响 警方是重装抵达 救出受伤的民众 而凶险呢 稍早在和警方对峙中 已经被击毙 口罩给第一线的远警 不过有人却发现呢 这批口罩是湖北制造 有的有效期限 甚至还只剩下半年 详细状况要连线给记者 陈又元 日本的生活会烦恼 南韩政府宣布 发放每个月的生活费 补偿金 交给记者 谭一伦 这次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在全球都有案例 当然 要居家隔离的人 也很多 当然至少 前夫妻14天 都要在家中 进行居家隔离 但这样子的话 薪水从哪里来呢 其实在韩国政府这边 也有进行相关的补贴 他说只要四口之家 有一个人进行居家隔离 政府就补助你一个月 三万一千元的台币 他说的就是当作一个生活津贴 让这个隔离14天的国人 能够稍稍不用烦恼 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在 如果你是申请政府 这个企业的有薪价的话 你就不能申请政府的补偿金了 但是像是日本的职棒球赛这边 也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给影响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 在第七局 施放一个尖锐声的 香肠型气球习惯 现在也通通被禁止了 因为气球上面有空气 所以就怕病毒的传播 速度在空气中弥漫 会比较快速 所以传统数十年的传统 也现在都被禁止 施放气球 就是希望在第一线的时候 能够防止住 但是过去在流感期间的 疫情高峰 也曾经有过相关的 类似情形 那你可以看出来 在这次新冠病毒的肺炎 的确各方面都有影响 新冠病毒真正中间因子是谁 目前没有明确说法 不过蝙蝠或封毒王 为什么这种小型哺乳类会是病毒热爱的传染源头呢 继续交给伊伦 这次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都被认为是吃野味才导致人传人的这个疫情发生 不吃野味是吃哪一种野味中间的宿主到底是谁呢 现在专家是认为说应该就是蝙蝠 这蝙蝠为什么这么的强大 其实它被称为是毒王 因为在过去包含的像是SARS MERS 伊伯拉病毒狂犬病 甚至到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都认为是蝙蝠惹的祸 这蝙蝠的厉害强大之处在哪呢 其实它是唯一能飞翔的哺乳类动物 那它几乎没有迁敌 现在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8800万年 尤其它现在身体上面的温度大概是在40度左右 这是最适合病毒存活的这个温度 那也因此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蝙蝠不会被病毒袭击呢 因为在演化过程里面 它有高度DNA的修复能力 所以它就导致它有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 自然病毒只会在它身上依附着 但是不会让它发病 不过问题就在说这个蝙蝠吃了果子 或是它的粪便排出来之后 被这个动物再次接触 进而传到人身上 像过去SARS就是蝙蝠传到果子里 再有果子里传到人身上 导致人传人的重大疫情 为了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爆发的情形 以及协助控制住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跟美国又有新动作了吗 这次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其实在大陆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WHO也找了相关的专家来进行会议 当然他们就要前往大陆最严重的疫情感染 爆发的情况来进行调查 这预计什么时候去呢 大概是在下礼拜一或是下礼拜二 就要来前往大陆来进行相关调查 看看有没有办法来找出新的解方 不过像是美国这边也找了专家疫情部分来进行 想要进入到大陆 不过现在在等候大陆批准他们入境 就可以一起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看有没有办法找到新的方式来阻挡疫情扩散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习近平 大家就认为他充满了政治危机 怎么说呢 因为过去在美中贸易战或是香港反送中 其实习近平都可以推给是外部的因素 那也拉拢国内的民心 不过在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 对大陆人来说是切身的感受 所以现在很多的民众都在质疑 习近平的领导能力 甚至像是华尔街日报就说 如果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在蔓延 就会威胁到习近平无限期连任的计划 到时候恐怕就会失去大量民意上面的知识 所以因此也可以看到在习近平这时候 才是充满政治危机的一步 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 气象局表示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 新北桃园新竹苗栗金门 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来听一下稍早预报员的寿命 香港一名男子昨天被初步确诊 罹患武汉肺炎 并且查出他在过年期间 多次跟不同的亲友一起吃火锅 而今天他的八名亲友也初步确诊患病 再来还要看到的是 随着这个疫情延烧 台湾新增两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 两人同样都有武汉的旅游室 确诊案累积18例